皇上 阿若该如何处置 臣妾实在惆怅 所以过来问皇上 受了伤啊 奴婢多谢皇上关怀 深行思拷问 奴婢是吃了些苦 听说你一直没有反口啊 皇上 贤贵人处心积虑害人 奴婢断不能因为受拷问 就随意改口说贤贵人无罪啊 前些日子朕顾不得你 所以未曾问你 你得罪了贤贵人 无处容身 可打算要出宫 奴婢无论生死 都是紫禁城的奴才 奴婢愿一生一世 赐我皇上 这次的事情 你也有身不由己之处 看在你 为皇寺报屈的份上 留在朕身边伺候吧 阿若 既然皇上要留你在身边 做玉琴宫女 那你往后便要更加小心 不得再有措施 把门打开 盐禧宫进族 您 还是不进去为好 进的是贤贵人的族 又不是我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你这个毒妇 若不是你害了我的孩儿 皇上怎么会有见你在此 我每次狠狠打你 才能嫌犯 毒妇 怎么了 什么事 都出去 要你们多管些事 走 滚 不成 我们看守颜禧宫 绝不许出了事 放开我 玉琴宫若再如此 奴才就要去饼干皇上了 这是怎么了 你不能进去 你放手进去 你放手 玉琴宫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可使不得 放开我 玉琴宫 放开我 不是我做的 我真的没有做 我 母亲 母亲 你怎么了 姐姐 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玫瑰人 努比当时正在给主煎药 没想到玫瑰人就闯进来了 他拿鼻子抽主 给主抽了一身的伤 这奴婢不好 奴婢没有护住住 这怪不了你 索性 我去告诉玉琴宫啊 玉琴宫 你不能去 你别管这事 听母亲的 姐姐 我去请太医 本来你不用去 这时候不会有太医来 延禧宫的 臣妾听闻 玫瑰人闯入延禧宫 拿鞭子抽打了 贤贵人 若不是当时守门的太监拦着 说不准贤贵人 被打成什么样呢 这也不能怪玫瑰人 痛失孩子 是何等痛心啊 皇后娘娘坐在长春宫 无人来告知 便是不知道这回事 没有的事 娘娘如何处置 倒是那几个守门太监多事 有他们在 倒护着贤贵人了 奴才多事 就应该调走 反正贤贵人幽禁 量他也出不去 不过 会不会有人去告诉皇上呢 有阿若在呢 谁会去扫皇上的心 皇上收了阿若 宫中总要添心人的 不是阿若也有旁人 哎哟 没成想啊 还真碎了这个阿若的心了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心 又恨着贤贵人 他又如何会出来作证 依贵人的孩子 本来该本功抚养 陪着永莲一起长大 谁知道 正这般被贤贵人害没了 娘娘处事公正 把后宫凝合 皇嗣安稳 处置又如何 如今还不是不干不尬的 留着这个毒服在宫中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话说仪贵人 已经回了景阳宫了 娘娘可要去看望她 本宫是有这个心 只是怕见了面 彼此都会失落 也是 皇后娘娘慈悲敏下 见了面也只会伤情 要不然 臣妾嫌皇后娘娘去看望仪贵人 也好 你去好好安慰安慰她 皇后娘娘 二阿哥 二阿哥又发孝症了 您快去瞧瞧吧 什么 这二阿哥身子也太弱了些 只怕会活不长啊 真的是他 是乌拉那拉氏 害死了我的孩子 往我对他这般信任 他却对我这般虚情 与贾医 真的是我太相信他了 他不虚情贾医对你 又怎能引得你入瓮 好对你下手啊 你呀 也太好哄骗了 这药的药性太烈了 听说你小产那几日可喝了不少 这可是急上身子的 可我喝了这么多红花牛西汤 都没将体内的残余打下来 想必是你的孩子还练着你不肯走 想留点东西在你腹中 你这样子 恐怕也再难有神韵了吧 没贵人今儿还气不过 还跑到延禧宫去打了贤贵人 可那又有什么用啊 孩子没了就是没了 主玉玺不是不让别人知道吗 怎么先让仪贵人知道了 将死之人也该听听好消息 王权路上也能高兴高兴 皇上接连没了两个孩子 如今知道您玉玺 肯定欢喜极了 凭他们谁在我前头玉玺也没用 这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位子 非得是我的儿子 此言可真 臣妾不敢妄言 臣妾确实是玉玺有粤鱼了 只是最近宫中出了许多事情 臣妾不敢说出来 你也太小心了 来 陪朕聊聊天 这个孩子啊 来得真是及时 让朕的心里甚是宽慰 皇上 臣妾玉玺之事 本应先告诉皇后娘娘的 可臣妾来时 听说二阿哥的孝正又发了 皇后娘娘赶着前去照顾 臣妾不敢打扰 所以只好先来告诉皇上了 这永连不是好些了吗 怎么又反复了 听说二阿哥 病中还不忘早晚用功 许是累着了吧 这孩子 若是无人逼着 便不会这么亲戚 是不是皇后他 皇后娘娘也总是为了二阿哥好的 怕他血液落于人后 家贵人遇息了 家贵人 怎么多年了他都没有申冤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又怀上了呢 受到恩宠我也不缺呀 可别和旁人一个个都遇息 我却一点东西都没有呢 不能让他生下皇上登基后的 第一个皇子 你去 把小安子给本宫叫来 主 您冷静些 宫中连世两子 皇上和皇后已经防范了 咱们不能对他动手啊 那您让我眼睁睁地 看见他生下孩子吗 主 咱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能在皇上身边下手啊 再说了 家贵人也没惹您怨恨 他若生下皇子 也不会送去给皇后娘娘抚养 威胁到您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 家贵人和贤贵人毫无关联 不会助长贤贵人的威势啊 冯夕 你说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要听到沈游戏 我就想去害他 我原来不是这样的 卓儿 都是奴婢不好 你要怪就怪奴婢好了 不是 我如今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不想变成这样莫行 而且 还想变成这样的